今天跟大家講述通識教育 被人拆解分體的簡介 很明顯建議的改革當中 令通識已經不是通識 批判思考的元素已經完全不見了 通識教育已經轉型為國民教育 特別是國家安全概念和港區國安法 佔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教師如何掌握這些概念來教學生 特別是港區國安法 一些執業多年的資深大律師 都表示過難以掌握的課題 教育局已經有跟進 教育局強調要加強有關國家安全的教師培訓 核下課程發展處 已經為教師 在昨天舉辦了國家安全教育知識增益研討會 整個研討會 差不多有兩個半小時在網上舉行 中小學教師都可以參與 而主講的是哪一位呢 主講的是 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 陳兆凱 陳兆凱是國安法的指定法官之一 最近也有參與審理壹傳媒創辦人 黎智英的保釋案 陳兆凱在2011年一個基本法的研討會上 曾經以權力分立 或者我們稱為三權 形容香港的法治制度 相關的簡報曾經也被上載到教育局的網頁 在談及權力分立的一頁 陳兆說 這個安排 可以避免權力集中 容易引致濫用權力 不知為何 可能是為了配合政府定調香港再沒有三權分立的原因 教育局去年9月就把這個簡報在網頁下架 我們和大家一起掌握知識 從陳兆的角度了解多一些港區國安法和三權分立這兩個問題 雖然研討會的主條是說法治的問題 但陳兆也有回應三權分立這個說法 因為之前社會爭論香港有沒有三權分立 陳兆認為 三權分立這個詞語並不是很正確 因為separation of powers沒有三字 而實際上應該是 責任和職能 所以 翻譯為職權的分配較為正確 他說職權分配之下 政府是需要分散職能 工作亦需要接受監察以防濫權 他認為職權分配 是比較正確的 有教師問 我們香港是否需要實行三權合作 陳兆說職權分配原本的目的 是防止濫權 亦希望管治更有效率 但如果機構之間 互相干擾或制衡得太嚴重 而令到你做不到事 那就破壞了原意 至於三權是應該合作 還是應該制衡 他認為要視乎社會處於甚麼階段 如果你覺得社會要進步 大家都要互相配合 但一旦有人貪污 當然就是要制衡權力 不能說三權合作一定是錯 對抗又一定是對 我明白他的說法 我認為重點在於監察和制衡 這不等於不合作 因為無論監察、制衡 又或者是合作也好 一切都要合乎比例 也就是說每個個案都要獨立來判斷 究竟制衡和監察的功能還存不存在 現在屬於差不多全建制的立法會 似乎已經失去了這個平衡 不合乎比例地配合政府的工作 以通過撥款的速度來看 我甚至可以用草率兩個字來形容 立法會去年年底通過了2019 Stroke 20 626億的追加賠款 包括了頭兩輪的抗疫 基金的注資近300億的額外開支 以及多個政府部門因為公務員薪酬調整 牽涉的開支 而當中警隊的超時工作 OT 津貼 超過30億 會議審議 不夠半小時就通過了 只有兩名議員 就議案發言 雖然明白 有些撥款 是急切需要通過的 但是 是否這樣審議 抗議法 異血公民的鄭松泰最終投了反對票的 醫學界的陳佩妍棄權 這究竟是個別的個案 還是已經變成了一個常規 要有待觀察 不過觀察的同時我們也要留意一下 已經有建制派擺出一副反對派的樣子 好像在發揮監察和制衡的功能 這一點大家要多加留意 最近文建聯提出了一個變革香港的看法 包括批評現在的行政制度 提倡行政改革 說香港回歸後 除了引入了問責制 整個架構和體制沒有大改變 又說有聲音批評政府作風官僚 僵化效率慢 過去一年的抗疫工作 反映到體制根本沒有與時並進 出現了很多漏漏 不過不需要我提點 大家看在眼裡 都知道在發生什麼事 也有教師在研討會 問陳官 國安法有沒有影響被告 無罪假定的權利呢 陳官說 看不到國安法 減少了無罪假定這件事 相反國安法 有條文清楚列明 保障香港的法治和人權 我相信 在終審法院有關黎智英保釋方面的判決 是會有幫助釐清這方面的概念 中審法院聆訊這件上訴案的時候 代表律政司的處理副刑事檢控專員 周天恒 陳詞的時候提到 香港國安法第42條的第2款 就是這件案件要處理的首要問題 考慮黎智英是否應該獲准保釋 首先要考慮國安法第42條的條文 提到法官除非有充足的理由 相信被告不會再犯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否則不可以被保釋 意味是以不准保釋做前提 至於本地法律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列明 除非有實際證據證明被告會重犯 否則應該要被他保釋 周天恒認為國安法的保釋門檻 是比其他本地法例要高一點 當時首席法官張舉能問 是否可以對充足的理由有不同的理解 只要合理和客觀就可以 周天恒同意 張舉能又再問 是否意味處理有關國安法的保釋 可以完全忽略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的保釋安排 周天恒說 不一定 但必須要首先考慮國安法的條文 代表黎智英的資深大律師 黃繼明陳詞的實質指出 被告會否繼續干犯危害國安法安全行為 舉證責任 應該在於律政司那方面 考慮國安法案件的保釋時 不應該單獨看第42條 亦要看第四條和第五條 當中包括有 應該尊重人權 依法保護居民在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下 享有的自由 而第42條 是不應該凌駕於普通法的 無罪假定原則 我們現時不應該作出任何評論 我只是列出審訊過程所提及的論點 我仍然相信法院會作出獨立和公平的裁決 我們給點內心 靜待這件案件的最終裁決 字幕視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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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者